下面呢我就讲了一下 我不知道还是大家想等到最后再问 接下来就稍微讲一下他那个 我刚才好像我不知道我讲没讲 那个90道题是在两个小时之内做完的 好像我没有讲好 在两个小时之内 在两个小时之内做完 所以说你大概只有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做完 他有一些题实际上就是你读了一下 你看一下你知道答案你就可以知道 有一些算计算题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但是一般情况下 大家做完还是可以的 下面我就讲一些就是更多的specialized 这个pharmacy certificate 只是一个非常basic level的这么一个certificate 但以后你还想做一些很specialized certificate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种 那就根据你自己的兴趣 可能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你的工作的要求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大家可以看非常不一样 有一些非常hands on的 pound the steroid 你真的在make medications 那另外一些可能跟真的去碰药就少很多 像billing啊reimbursement 这可能就是说你有可能在保险公司啊 你可能做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 对那有可能你可能在federal做 它可能有一些像什么 DEA这种东西 你可能跟那种control substance make sure没有人贩卖这个 你可能做这方面 所以说或者是什么药物安全呢 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regulatory 如果你在政府机关可能就会有这种 那可能在大药房里面 比如说你往上做做一做 你可能一个小一个药房 然后呢它可能有regional 有好几个药房 你可能管好几个药房 这样说你可能就就可能 就需要更多的这种management 这种 skill 你也可以拿这种 所以说这个真的就看大家的兴趣 和大家以后职业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东西 你可以更进一步深造 让你自己更knowledgeable and also 更marketable right so 下一个 那下面呢可能有人说 我的药房做了我这么好 一般都是跟在pharmacist一起做 但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pharmacist 你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因为pharmacist是要做这种clinical decision的 相对来说的收入也要比pharmacist tech要高一些 那你觉得你自己很喜欢 你又有对science很喜欢 你觉得你可以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申请变成一个pharmacist 刚才can也说了 在纽约就有toral college 你就可以去申请 各个州都有 不能说每个州都有了 大部分州都有自己的学校 那这种学校的一般情况下 像我们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大学毕业了 无论你读的是什么 你都可以去申请 那这个就有点像medical school 这是pharmacist school 那你有了一个这个bachelor degree 你就可以去申请 那申请这个学校一般情况下是四年 四年读四年 偶尔也有读三年的 但绝大部分都是读四年 那其中除了上课以外呢 你还有一般情况下 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期 是完全在做实习的 还也申请pharmacist school呢 你就大概讲一下 大家他会有一些要求 一般呢他会要求你 不管你前面大学学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学一些学科 我上面没有 因为每个program 它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这种要求的 都是跟science有关的 什么biology啊 或者是physics有一点点啊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你一定要有这些pre-accredited 这些credit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需要先做这些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exam 对 叫pharmacy college admission test 这个test也是pretty science heavy 那你要考过 过了这个以后 你可以 然后呢 你需要一般情况下 需要两到三个letter recommendation 一 有可能是说 你以前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雇主啊 给你 他对你的GPA也有要求 你也不能在大学的时候 都 都fail了 或者是就是GPA的要求 不是很特别 不是特别离谱的要求 但是也就是说 会有一定的要求 那有一些呢 他会希望你有一些relevant的这种work experience 或者是volunteer experience 就这样的话呢 认为你比较serious 他更会 就是说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个work experience 是recommended 不是所有学校的要求 但是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所以这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变成一个pharmacy 你可以再考一些试 然后四年以后呢 你就可以转身变成一个pharmacy 那当然你 当你 如果你已经做过一定tech以后呢 再去学校学呢 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 就会简单一些 因为你已经很了解 谢谢大家